爱不是一时一刻的感觉或情绪, 情绪和感觉都会改变, 偶尔是日常, 但真正的恋爱是永绝的。 爱不是一时一刻的感觉或情绪, 情绪和感觉每一天都在变化, 但真正无条件的爱是永恒的。 今天我除了会讲几单最新的娱乐资讯之外, 另外我还会提到最近在开电视开工的张维仪, 她自己也有收养一个小孩, 但是今天的主角人物, 我会讲同样都是收养的一个小孩, 由小妹仔电影走进这个电影圈, 再在海潮和坦己, 成为了万千观众的偶像, 她刚刚过了55岁的生日去混逼下, 虽然她入行好像一帆风讯那样, 但当中都有很多的起起跌跌, 女神仍然压立不到, 这么多年来都好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今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她入行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拆菊, 经历了这么多人生起跌, 仍然都可以保持女神的面貌, 究竟当中有什么保持青春的秘密呢? 希望网友看完我的影片之后可以得到启发。 再让你孤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好, 来到这一段, 我说, 她很不开心, 去了美国, 对吧? 当时有些朋友说, 出来喝东西, 出来喝东西, 谁知道她在酒吧里有一张桌子和朋友在一起, 但在酒吧里面同时在远处有另一张桌子, 原来大家中间有common friend, 两张桌子都有朋友互相认识大家, 但温碧霞当时远远地看着另一张桌子的时候, 看到有个男孩正正是过电地看着他, 一见钟情,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这个时候那男孩就叫他身边的common friend介绍一下, 在1996年他就认识了在酒吧里面的聚会, 他认识了当时一位叫何祖光, 即是他现在的先生, 即是他的husband, 但是这个何祖光, 他的来头都不少, 你知不知道他的爷爷是哪位? 他的爷爷就是当年蔣介石身边的熊人, 何应任, 何应任就是什么人呢? 出自当年蔣介石身边的熊人, 他也是自己没有去涉及这个政界, 而在香港大陆是经商, 兼任某些跨国的投资, 或者是银行部的副总裁, 他这个爷爷那么大, 那么猛, 但是这个何祖光, 即是现在阿温碧霞的老公, 都来头都不少, 因为自己可能在美国长大, 接受教育, 他自己都是一个金融财进, 而且是自己投资一些公司, 曾经做过瑞线银行的主管, 当时阿温碧霞也是人生的低谷, 两个一见钟情, 这些男孩经常去安慰他, 照顾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慢慢就离开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他们就拍拖, 但是拍拖的初期, 因为由于两个来自很不同的家庭的背景, 一个那几个家族那么显限, 但是呢, 温碧霞自小在这个条颈领, 长大, 出身, 而且也是拍, 你站在街边, 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街边被导演, 被导演执你, 回来拍靓妹仔, 靓妹仔, 就算她是ABC, 她都会问那些, 有些香港的华人的朋友都知道这部电影, 哇, 她在街边担着烟, 被导演执回来拍电影, 这样说, 接着娱乐圈, 有些女孩没有过好人, 这样, 就很多闲言闲语, 所以, 初期, 他们拍了一段日子, 都觉得自己, 是不是应该在一起呢, 接受不了这些舆论, 有点像Pretty Woman那样, 又或者是停不了了的爱, 有点像这样, 即是现实生活里面, 但是, 温碧霞本身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其实, 就在1989年, 即是回到1989年, 温碧霞已经上占叔的今夜不設房, 当时占叔问他关于拍拖的事情, 他说, 他自己是不会做人第三者, 因为他觉得对原配很不公平, 他选择不会做人第三者, 所以, 其实, 你这么多年来, 听到他的匪文不多, 加上, 有记者曾经亦都问过, 有些报导是这样说的, 他说, 那些记者问他, 你有没有出席过富豪的饭局, 他自己说, 我拒绝的, 他说, 有很多人去讨论过他, 但是全部都拒绝, 他说, 非常抗拒这些事情, 感情不能用钱买的, 我追求的是真爱, 不能够当交易, 他说, 之前有人打电话给他, 跟他开架, 说几千万, 他觉得很烦, 很侮辱女性, 他自己, 我看他这么多访问, 我告诉他, 一个真的没有做过这些女孩, 才说得这么大声, 事实上, 这么多年来, 他跟他发生过匪问的男性都不多,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女孩, 虽然出身于贫穷, 但是一直以来, 由他, 你现在听了这么多他的资料, 听回他以前拍完第一套电影, 有份提名, 这个女配角, 就是拍小女孩, 他自己都想学乖, 只不过当时的导演叫他, 喂, 我日后都很多要拍反叛, 你这么乖做什么, 就是说他一早上乖, 但是, 那个时间不许可, 就是这样做, 如果一个女孩, 你太贵, 也不会因为他自己想改气路, 拍了三级片出来, 其实我看回都不是太激, 他自己都接受不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女孩, 他本身的底, 就是不是一个贵人, 终于, 他跟他当时的男朋友, 因为家庭的压力, 分开了一段时间, 但是当他再相遇的时候, 发觉原来, 对方互相都很爱对方, 所以再相遇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不如我们结婚, 最终去到2000年, 即2000年的10月1日, 温碧霞和何祖光这个夫妻, 在泰国布吉, 的酒店, 举行这个婚礼, 并且每次人家的记者问他, 不如说一下你老公, 其实温碧霞每次都在外面对人家说, 他老公是赞不绝口的, 其实我看到他老公年轻的样子, 即使现在的样子都不差, 而且年轻真的很英俊, 你以为富二代, 即是女性, 可能嫁上了年纪, 脱皮脱骨的有钱人, 不是的, 他老公原来很英俊, 即是我自己觉得, 很甜蜜, ABC的样子, 这些样子, 你看看这些样子, 何祖光, 年轻时有这样的样子, 算是很英俊, 而且样子看得出很开心, 即是开心的人, 所以, 如果大家两个的性格都这么好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 可以长长久久, 接着他们两个, 更加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时候, 继续讲完, 他们最终觉得, 家人反对都不要紧, 因为我真的深信, 原来我没有了你, 是不行的, 再次再见到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结婚, 在Bang Tree里, 也有记者问他, 你老公有没有看过你早期, 即是较为性感的电影, 那温碑霞就回答那些记者, 他说他当然有看过, 但他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那些电影并不是卖龙色情, 只不过是一两场电影, 有暴露而已, 那其实说得对的, 如果你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话, 看这些电影, 哎呀, 可能有些亚洲的传媒, 可能觉得大惊小怪, 我自己现在看, 我觉得真的没有了, 对不对, 起码你都, 就算Sharon Stone, 你现在拍摄那个, 他说招着你的脚, 里面有没有穿东西, 我觉得他的裙子短, 你看到他的毛吗, 对不对, 我没有看到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说话题出来, 宣传伎俩, 对不对, Marketing, OK, 即是talking points, 他老公这个样子, 现在比较成熟一点, 其实也是, 很纯粹, nice guy那样, 对不对, 他一直都很享受二人世界, 最初他两个, 即是不想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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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因为他跟他的姐姐, 是很亲密的, 很亲密的, 他曾经见过, 亲眼见过他姐姐怀孕的时候, 经常嘔吐, 很辛苦, 而且呢, 在生的时候呢, 又差不多, 那个BB差不多要死的, 因为不知是流血过多, 跟着呢, 他也都见证到他姐姐, 生完之后呢, 又患上这个产口抑郁症, 他索分之抗拒生BB的, 跟着, 他们就, 即是两夫妻一起, 就, 譬如去, 山区内地, 做了很多的义工, 那, 他原本呢, 一路, 两夫妻已经同意了, 说不要小孩, 但是呢, 当他们去国内, 很多山区的贫穷的小孩, 做这个义工的时候, 激发了, 原来呢, 他觉得可以领养的, 然后呢, 他就, 问过他的丈夫和他商量过, 然后他的丈夫都说, 哎,没有问题, 这件事我们都可以做, 然后呢, 再去问, 在家人呢, 父母在美国住, 也有些亲戚在台湾住, 他也跟老爷奶奶商量, 那样, 原来呢, 我跟大家说, 因为我以前做航空公司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经常见到那些外国人, 就很流行去内地, 抱个小孩, 即是领养了, 然后呢, 其实呢, Angela, Angela Jolie, 即是 Brad Pitt, 前妻, 那样, 很流行的, 走到内地, 即是在美国住, 他们觉得, 爱心, 什么东西之类, 周不时见到, 他们特意去国内, 就是领养, 所以在外国人来说, 尤其是在美国长大, 这些是很平凡的事, 他一提出的要求, 觉得, 哎呀, 做生, 我们去帮这些穷困的山区小孩, 不如这样吧, 其实可以做多一点, 去领养小孩回来, 在2010年7月機緣巧合下收養了一個孤兒 最初品嘗媽媽的滋味 她覺得抱在手那些母性都出來了 並且把養子改為何國倫 根據她的家族的族抱 在2012年 溫碑霞當時46歲的生日 她老公也是中環 幫她搞了生日派對 邀請她除了好朋友之外 還有她的中學同學 說真的 因為她拍電影之後 離開了學校很久 如果你的老公不單止 離開學校的話 認識朋友 可能有些可能有點虛偽 但如果你是找一些很有心的 特意找一些以前她住在頸領 或者是沙基灣讀過天主教中學 她老公特意去找給她一個驚喜 再送一個黑色的跑車給她做生日禮物 這樣的老公在哪裡找 所以她很幸福 一直都是很恩愛 另外在逐漸 她自從2000年開始就減少了曝光 但近日其實她都在內地拍網劇 雖然她兩夫婦所謂這麼好的感情 但在2017年其實有傳過她兩夫婦是否分居 但根據異地生活太久 她自己說 其實兩個人雖然最少離多 因為可能她老公也會有很多生意在不同地方 她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她就說 一段關係的變化不代表兩個人的關係 感情破裂 言語之間有轉機 後來她老公重新陪她和她兒子 周不時在她左右 看到一個很溫馨的場面 今時今日她已經55歲 她平時喜歡去研究投資 手中也有過億的資產 她並沒有放棄她演戲 最近在微信說她有新劇本 所以她女神在銀幕的作品 應該不久的將來也有 而這個溫碧下除了美貌智慧之外 還有愛心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可以 凍靈的秘訣就是人美心善 有幾句說話 紅顏是非多 江湖風雨疾 一朵玫瑰 蕭蕭哪哪 綫足三十 春夏秋冬 美艷流銀幕 輕盈入富家 片葉不沾身 善殺眾多徘徊在岸邊的女星 這就是我今天送給大家的溫碧下的故事 你們覺得怎樣 好嗎 是啦 啊不 OK 跟各位 拜拜 I love you all See you on Friday at 10.40 night time Goodnight Have a sweet dream Thank you I love you all I love you all